Hello,大家好,我是Vivian,這次是Joanne 這次我們又來和你講一下澳洲的移民 上次我們出了一條片,講關於南澳的CESA 南澳創業簽證 這次很開心找到Joanne來講一講 我們接下來有一個新 今年澳洲政府會批出五千個 是一個永久定居的移民方案 是五千個的 怎樣可以申請呢? 這個叫做Global Talent Independent 我們簡稱GTI 他被獲澳洲政府邀請 有十多個公司 他是其中一位被邀請去聽講座分享 因為他在11月推出 多謝你,Joanne,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好,我想說回 上次CESA就講過了 我們這次就專講GTI 先講一個要求 最低要求 那個稅數好像跟上次一樣 是45歲以下的 那個申請人 是嗎? 45歲以下是最低的要求 如果你的idea是非常好 可以有exemption 好,那有沒有伴侶的要求? 伴侶的歲數要求? 沒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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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小才大於四、五歲是可以的 還可以的 可以的 那可否可以帶小孩呢? 也可以 也可以,十二十三 Klein 有小孩 Under 23 好,另外還有什麼學歷和經驗 有沒有特別要求? 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啦,那就不用說你要有很好的大學 也不用做很多联工 另外资金方面 资金好像和SESA也一样 都是SESA一样 你不用有这么多钱去做你生意 最重要是你的技术 是我需要的 我回复一下 SESA的资金要求 如果你是一个人申请 就是$20000的资产 即是10万港元 如果是一对是$2500澳 如果有一个小孩就是$30000澳 如果有两个小孩就是$3500澳 这个就是政府要看你有这个资产 就可以合乎资格 对了 OK 接着我就想问一下 GTI的申请是比SESA高一点 因为它是永久居民 对 大概是多少钱 差不多是4000多的资产 差不多是4000多的资产 这个我们要进一步 就是确定的资产 但暂时呢 因为SESA的申请就是 数百元 275元 但是这个就要4000多的资产 有什么分别呢 我听闻是有一个叫做 minimum viable product 就是我们简称MVP 中文可以叫做一个最简单可行的产品 那究竟什么是MVP 你可以和大家解释一下 是 这个是Key ANEMAN SESA和GTI 都是minimum viable product minimum viable product 就是最小的资产 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足够大 你可以买 有客人买 minimum viable product 是有一个 不是说你很finishing product 已经买一件 很successful 赚了很多钱 不是这么说 就是一个很prototype 你做了一些东西 有可能可以买的 有可能 这个还没推上市场 但是你有这个skill 可以买到的 OK 我也知道香港很多 现在年轻人都有很多 很creative的idea 可能他们有一个idea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推上 其实就是要你这个idea 那就已经可以申请你了 是的 这个idea和minimum viable product 还是有gap 因为idea你可以说 我想做Uber 但是你怎么做呢 你有没有skill 可能有可能做成Uber 但是你一定有这个 就是one more step to the idea one more step to the idea OK 我最近也有个朋友 在澳洲的 我也是个商会认识的 他们都推出了一个产品 他们都做了五年了 是 说是想怎样跟一些 small business enterprise sme 跟对接 就是他们直接一个 相反的enju reverse engine 去找client 就是instead of google 平时的客人就是google的嘛 就找到 譬如找到 做joane这样做移民的 对 反过来 怎样可以 令到joane找到 那些客人的需要 那他就帮助 那我也有朋友 在做类似这样的 这个也是minimum viable product 这个是minimum viable product MVP的 这个答案 我看到他都在推动 现在在澳洲 是的 这些类似这样的idea 就叫做MVP 对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例子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呢 是的 这个是成功的 我会做成功的case 是的 因为joane呢 记得上次我们提醒 sisa 就上年11月开始了 是的 恭喜你哦 做了成功六个case 是的 是的 就是看短时间 很开心 是的 你帮到六个客人 那他们全部都是family来的 是的 全部都是family 有小孩 结婚了 OK 那 是的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或者 我知道因为有保密协议 我们不能透露太多客人 做的东西 但是有什么你可以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 有什么例子呢 是的 简单去说一下 这个不是 有些东西就不可以分享 其他东西就 这个东西是怎么用 和大家谈谈 嗯 第一个呢 是一个服务 是lighting as a service 这个product 它是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老人家 家里的电灯 不能换 而且 他视力很差 但是不懂怎么换 而且他去了老人院 都是很disadvantaged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lighting 对人的健康是有影响的 很多treatment都是用lighting的treatment 它是解决一个问题 client base 就是aging population 哦 就是他们针对老人家的 老人家 这个是他的market enough problem 因为我想大家要想一下 你的idea 你要针对某些target 你不能说全部人都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担心 谁人买你的 证盘 可以是individual 或者说age 20 between 30 或者可以说一个group female 或者说 买一些商业 买一些商业 业业 业业业业业 或者是买东西 例如计划 是 我记得你有一些 是不是都可以 比如食品 某一个行业 你要想一个很专业的东西 来服务一群人 这个就是那个MVP MVP OK OK 所以我其实 现在很多朋友在问我 不知道他们的products 行不行 不知道的时候又可以怎么做 因为我都跟你谈过 一些朋友 发觉原来他们的products 真的很有创意可行 在欧洲 我听完都觉得Ocupine 但我在这里 不要透露太多了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真的有个idea 真的可以找我和Joanne 可以谈一谈 我们初商 看看怎样可以帮你这个products 去变成一个最简可行的产品 来到申请GTI 是 那又问一下 刚才说requirement 那个spouse 那些人要留在这里多久呢 这是pr 一进来就pr 一进来就pr 是pr的好处就是 你有医疗 政府医疗资助 是 有medicare 小朋友可以免费读政府学校 是 当然你可以选私立 这个就要自费的 就是你有选择了 有选择了 还有什么benefit呢 做pr 他是不用坐移民监盟 不用坐移民监盟 对啊 你去到这里回去也可以的 不是说pr要关门了 不是这么说 你慢慢慢慢地 建议你的业务在澳洲 对啊 因为很多朋友都说 哎呦我现在香港有些生意 或者我在外地有些生意 如果要我一都切了香港的东西过来 那我怎么办啊 那我都要时间去做这个生意的嘛 不是说一来就可能找到他吃的嘛 就是很多朋友都担心这些东西 因为真的是很大的决定的嘛 是很大的决定 所以在这个弹性上 政府真的很帮他们想 很flexible 你是不需要在这里坐完 一间可以 即是两边走 可以继续经过原本你在香港的生意 或者在第二队的生意 同事在这里发展 那他有没有说规定你要在这里多久 没有规定 没有规定 那那个妻子呢 太太 或者特斯先生呢 都没有规定 你又入境一次 入境一次 可以trigger这个visa OK 那你认识他入完之后 回香港继续做事行不行呢 都可以 但是他有一个condition 你是又开始做了 你又开始做了 即是你开始做 你说没做 我什么都没做都不行 即是你大胆 即是给你进来 很fair的 你真的要做这件事 你不可以说 拿了个pia 进来就不做了 你真的要做的 但是可能在伴侣方面 可能他在香港有份工作 不可以立刻辞工 但是他也有个胆诚 可以继续在香港做 那有没有说 真的没有规定要多久 他的规定是这样 就是五年之后 你有renew的时候 你在澳洲住了两年 就可以去运营 总之五年里面 你要住半两年 是的 即是中间你可以自由出入 你要计算一下这个时间 因为你renew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是pr 你为什么要renew呢 其实你在pr 如果你在澳洲的话 就不要上班了 expire就没有了 但是五年的pr 就是你有一个 travel entry的requirement 五年的 就是你五年之内可以进来 如果五年之后你renew了一次 嗯 可以解释多一点 因为你刚才说 这个是永久的流氓 为什么还有五年这个限制呢 这个就是针对你这款的清证 就是所有pr 都在这些condition 你pr 批了之后 你又住在澳洲 两年时间才可以renew 即是现在要renew的 就是永久元都要renew的 都是renew的 但是你是找狗的 如果你没有住两年 都可以renew renew的时间不一样 可以解释清楚一点点吗 2 out of 5 是你住两年 给你五年 那如果万一他住不够两年 那都可以renew的 都可以renew 看看你有没有没有 为什么你五年都没进来澳洲 是不是这么说 你都是pr 一年都是pr 嗯嗯 但是你才进来才是pr 那如果renew的时候 又是renew五年 还是会renew短一点 如果你说你住不够两年 他就不让你renew那么久呢 如果你住一天 你住一天 他会给你一年的renew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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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可能你每年都要renew renew这个pr 哦原来是这样 那跟我几十年纪念 那你拿了citizen就不用renew了 五年之后 如果拿了citizen就不用renew 你是citizen的吗 那要住满多久才可以入籍呢 住满 也都是五年里面 都是四年 住满四年 还有最后一年是pr 所以他住满四年就可以拿citizen OK 我再解释一次 所以pr呢 你就要进来 五年里面要住满最少两年 那就可以renew的 如果你住得短 可能他就renew得短一点给你 但是如果你要入澳洲籍了 那你就要住满四年 其实也有个移民监 也是 想成为citizen 你是要坐满 那有没有说多久之内住满四年呢 都是continuing process 住满四年 但是你可以蓄境 但是你的时间不能超过 每一年不能超过三个月 哦 即是如果你要入籍 你就反而真的要在这里坐移民监了 就是每年不能超过九十天 不在澳洲 嗯 那即是啦 那接着最后一年呢 就要是pr 都是最后pr 所以如果他们申请 那这个已经是pr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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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你坐满四年移民监 每年不少于九十天 离开澳洲的境 那你就可以入籍了 是 这个情况 那入籍之后 你就可以去哪里都可以了 就是好像我当年那样 入籍之后我回香港做事 做了十多年 就是我整时都可以回来 这个就是不用担心 因为第一步是老到pr 是 你老到pr 甜甜和其他是一样的 ok 非常之好 那我想问 那怎样申请呢 这个GTI 那好了 我的朋友有个idea了 那就找我们谈一谈 那之后怎样去process呢 是啊 其实都是我们帮客做这个事 因为我知道Joanne就好像 她会像你一个team那样 她会跟你谈你的project 一起去做 一起去做 做你的sales pitch 一起去做 把你的idea卖给政府 就是这样说 是的 她买你的东西 因为Joanne已经很清楚了解政府 想要什么 那她知道 谈完之后 你帮她做了一个business plan 是吧 做了一个business plan 是的 包了一个 接着就会给大学去做endorsement 是 depends你是哪个industry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们帮你就找到endorse你的industry ok 不一样的 那一endorse了之后呢 就可以申请签证了 就可以申请签证了 是的 那大概这个process 是不是跟SISA差不多呢 差不多 两个月 差不多两个月 就可以拿到PR了 真的好快 好快 因为政府真的很支持 他给了很多钱这个promotion 所以很快 希望很快进来 是的 很快进来 这件事真是很新 很新 我想你如果真的有意 今年一年之内 一年之内 你是想移民移居来澳洲的 这个真是不可以错过的 因为她不知道下一个时间 是不是abolish了 是的 因为政府都经常改 不可以改的 她觉得这个很高的 然后不行 然后说不要做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 符合我们的项目 一定有事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OK OK 我说得很兴奋 其实两个月已经可以来澳洲 是的 OK 所以我也说了 两个月不知道 对某些人来说 可能很快 可能很久 但是每个人都不同 我觉得 因为它是一年来有5000个PM 那说到的要求 那我就想问了 因为上次的SISA就只是南澳了 是的 那这次GTI呢 听闻可以全澳洲都可以 都可以去的 你去哪里做商业都可以的 OK 那就是说它可以选雪莱 可以选大城市物 可以选我们的Brisbane 就没有规定了 没有规定 非常之好 因为你可能做不到 如果你去其他地方 OK 所以你不用担心 就算你那个是南澳签证 甚至是现在的GTI 其实我觉得你不用绑死在哪里生活 因为你的idea 如果你在网上 尤其是现在的SISA就这么发达 你的客人都可以在其他地方 是的 因为GTI这个是全球天才的一个签证 全球天才 所以政府是很希望你把你的事业 发展到 International Globally 就不仅是澳洲 是的 很多人都很担心 因为这个澳大利亚市场很小 没有欠钱怎么算 其实你不是说 不是仅是目标是澳洲的 希望你是目标 美国和美国 这个是你的目标市 OK 因为其实澳洲可能人才真的没有那么多 所以它就希望吸引你来 你的公司是在澳洲的 当你以后 是真的发展到全球 你可以针对美国 可以针对欧洲 甚至针对亚洲的市场 都没问题 只不过将你的生意 是搬来澳洲这儿 就是这么简单 是的 其实澳洲的市场 是很多公司在这儿试一下 因为这个市场很实 如果要出现问题 你可以改 如果你去到美国一起去九亂 那你没有机会 所以是 希望你在这儿试水温 试水温 试水温 试一下你的产品 可以不可以 改一下 然后准备的时候 你去全球买你的产品 非常之好 是的 我老公说 批不完 批不完 没时间 没时间做 因为有些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事 那为了 Joyne有所支持 就是因为这个新的政策 那我们来做一个批评 那我们平时有一个收费的 那收费你可以私底下 WhatsApp来问我 但是这个收费 我们现在做一个批评 就是如果你决定了做了 我们会先收了你50%的收费 那之后呢 如果不成功呢 就是帮你做一个批评 就是做一会帮你做一个 business plan 就是花费 因为他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所以你就可以来试 因为很多人都害怕 我们都明白的 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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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明白的 那为了 释除你这个乙女 所以呢 最后就很好的 你可以给了钱 我帮你做 但是如果真的那个批评 万一真的不行呢 我们现在是会全数归满 是的 很有信心 是的 很有信心 这个是真的很大的 guarantee 保证 是的 就是你先试了 真是万一不行的 真是给你钱 那这个推广呢 我们就会做到今年年底 就是圣诞节之前 12月25号 2019年的12月25号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就快点找我 即刻 是的 即刻 下面有我的资料 你可以直接跟我联络 那我就可以跟你 link up Joanne 跟你一起聊一聊 好 好 那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 好多谢你 Joanne 多谢 OK 谢谢 下次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